槍聲響起選手們奮力往前衝 一百一十二年全國大專運動會 田徑公開女子組一百公尺決賽 曾跑出十一秒八一 游著時尚最數女國中生的鄭欣盈 去年全代運只拿到第六名 而這次則是以十一秒九七的成績 一舉拿下金牌 而她表示雖然天氣不理想 但在雨中跑步感覺特別浪漫 應該在雨中這樣跑步 感覺在雨中有點浪漫的感覺 想也沒想到自己會跑第一把 可是自己就沒想太多 就是反正就跑就對了 就把自己的每一步都做好這樣子 同樣來自國體的劉力林 則是以十二秒09的些微差距 奪下銅牌夾擊 前半段六十公尺以前 像今天起跑就沒有說做得很好 劉力林表示能與鄭欣 同為對手與隊友令人敬佩 並且給予高度肯定 她從國中就真的是優秀的選手 同樣來自國體的林中翰以十秒59的成績 在公開男生組一百公尺的決賽當中 拿下銅牌的好成績 最大很困難就是心理上的壓力 跟要克服一些天氣上的因素 希望就是突破到更好 就是除了秒數之外還有名次也是 而在團體賽中 在公開女生組四百接力決賽 鄭欣盈 劉力林與妹妹劉力琪 以及張博亞聯手 組成阿美贅述女團 是突破去年的好成績 今年更是跑出四十五秒五七的成績 為國力體大再添一面金牌 原新聞改造馬耀 許家榮 桃園中立採訪報導